大家好 在我开始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认为我这两个按钮 哪一个会迎来更多 点击量的 再加个略的设法 这边是不是还没有睡醒 那我换个话题 是的 新疆羊肉串 对对,跟我这个长相也比较贴切的一个问题 新疆羊肉串 新疆羊肉串 我就想问一下 假设我左边是放了 没有放辣椒粉的 右边是爆辣 我作为一个羊肉串店的老板 假设 塞色一下 哪一种能卖出更多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有 各有各的想法 是的 各有各的筛策 一些想法 那我们大家 接下来就聊一聊 聊一聊 我们这些想法 以及我们这些答案 松合而来 我是阿布 Totalk 新名软件工程师 然后 近一年半时间 我一直在一个 在线预定平台的一个项目上 做前端开发 和我们这个前端开发团队 规模现在达到了接近50个人 然而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平台 而且这个平台可以说是无赃具权 从功能上来讲 那我们这50个人 工作的重点 显而易见 都放到了平台的优化上 那对前端来说 优化 这个概念 优化这个本身比较笼统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 仅对前端来说 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 技术层面的改进 比如JQuery转React 或者MVC转SP 或者我们去消灭一些 代码坏位置里 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 我们开发者本身讨论 就能得到一个答案 而且做出我们的决策 那还有一个方向 优化的一个方向 就是UI以及UX方元的优化 那我们现在有50个人的团队 加上设计师60多个人的前端团队 分布于不同的四个office 来自七八个国家 我相信大家60个人 对于UI肯定会有60种理解 以及想法 那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我们怎么去验证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做出决定 做出决策呢 我们才用的一个方式之一 就是AB测试 AB测试就是能够帮我们 验证我们的假想 猜想 以及假设的一种 猜想实验的其中之一 然后我也不想讲概念 我只想给大家形象的 大概描述一下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网页 假设是首页 然后我有一个注册入口 在左边 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假设我把注册入口放到右边 像这样 就能迎来更多的注册率 但这个只是我的想法 我怎么能去验证它呢 我就选取我的部分用户 或者全部用户 我先把这个版本实现出来 然后假设我们把 原来的版本叫版本A 后来版本叫版本B 那我去把我的用户 随机分配到这两个版本上 然后去统计最终的注册率 很显然 现在 B 胜出了对吧 在此时此刻 我就 很有把握 很有自信的 把 我的想法 部署上线 然后进行下轮 下轮的迭代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AB测试的概念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AB测试 首先我们开发任何一个功能 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能够赢利 对吧 但是我们 赚钱得找到它的路 怎么样 能够让这个东西 帮我赚到钱 这个想法 大家肯定会有 会有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想法 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 做一种测试来验证 还有一 重要的一点 我们最终 我们开发出来的东西 最终的 使用者是广大的用户群体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 所有的产品的研发 能够由用户的观点来驱动 而非我们开发者自己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 做出来的决策 以及决定 都是基于事实的 基于数据的 而不是凭空 盲筛 筛想 就像福特汽车的 著名的质量工程师 埃德华斯说的 上帝我们是相信的 而其他人 请把数据给我拿来 给我拿数据说话 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做这种 测试 做这种 验证的原因 那当然 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一些工具 来帮我们 实现其中的一些 设置啊 一些工作 做的 我今天当然 不是来打广告的 而且我跟 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想说 我们一直在 项目中 在用这个工具 然后 它有一些 最基本的构建单元 今天我也不会 细入每个 概念当中 我只是想说一下 我们大概一个流程 是什么样的 首先 首先 我们在我们的 页面上 需要干的 事就是 把它的 script 加载进来 对吧 而且 这也是我们需要 在我们的 页面上 做的唯一的事 其他的事 都放到了 Maximizer这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平台 创建一个 A-B-search的实力 他们把这个 称为template 不过无所谓 就是 然后 我们需要 指定我们要 跑A-B-search的 页面 它可以是一个UR 或者是一个 正则之类的 我们还需要 创建一个Render 它就是一个脚本 然后 把它们进行一个 绑定 也就是说 这个脚本 我可以用它来 确定我的目标 测试群体 或者一些 过滤掉我的一些 不符合我 这一次目标的 目标群体的一些 用户之类的 然后呢 我就可以 放开自我了 我就可以 实现我想要的 版本 而且这一些 都是通过 脚本 纯粹的脚本的形式 去做的 之后呢 我可以 设置 每一个 电极 每一个 版本的 流量比重 我可以设置一些 流量区规则 或者是 设置一些 用户行为的跟踪 以及第三方 集成 这种各种 工作 工作 然后我用 Maximate最大的 一个感受 就是它是 纯粹面向 开发人员的 一切 或者说 大部分是 是通过 脚本注入的形式 去完成的 那我还要说一下 另外一个工具 这个我们没有在实际项目中用过 但是我 私下 我个人试了一下 就是 Google的 大家应该 大部分 很熟悉 Google Optimize 对吧 然后 概念 其实都是相同的 只是一些 属于 名称 不同而已 我用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对非开发人员也比较友好 也就是说一些没有代码基础的设计师 或者市场人员甚至 也可以设置一些 简单的 针对UI层面的 A-B 测试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它可以免费试用 刚那个 Maximate 我没有在它的 官网上找到一个 免费试用的一个 入口或者是方式 免费大家就比较开心 那我说一说 做A-B 测试 有哪些注意的点 或者是 有什么重要的点 首先 你得有足够的流量 比如我用 Google Optimize 给我自己的个人博客 Build了一个A-B 测试 然后两个月过去了 我昨天查了一下数据 总访问量十七次 而且我相信 都是来自我自己的 所以 显然没有意义的 显然没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指标 怎么定义指标 指标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注册率 点击率 或者是用户的在线市场 等等等等 而且怎么定义指标呢 这取决于我真正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比如说盈利 比如说有用户注射进来 我就能盈利的话 那也许啊 也许啊 也许 注射率就是我的一个指标 但是 如果你没有设计好 没有定义好你的指标的话 其实做AP测试就是浪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们得保证我们测试的东西 它足够小 不然它 它就不是 不是AP测试了 我们也需要一些 我们能够信任的一些工具 我们可以找一些第三方的 我们也可以build自己的工具 总之是取决于 我觉得各个团队情况不一样 还是取决于各个项目 各个团队本身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得质问一切 质疑一切 不懂就得问 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就得发问 然后形成一种 真正数据驱动的一种文化 最重要的 而且大家可能有误解的一点 所谓的 别人的实验得出来的最佳实践 它不一定最佳 这里其实有一个 就是数据员的可靠性层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可靠的是什么呢 最可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实验数据 因为它是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做出来的 然后下面是你自己的观点 你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是对你自己的产品最熟悉的一个人 它比其他人 对你的 其他人的看法可靠性还要高 当然我们也需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因为怎么说 其他人的意见也是针对于 也是基于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的 那可靠性等级最低的是什么 其他人的实验数据 因为其他人的实验数据 就是基于其他的项目 或者其他的平台 其他的系统 其他的产品去做出来的 所以 举个例子 又是吃了碗 就是汉堡包目录 就是一个UI上面的东西 有N个团队 对汉堡包目录做了N个测试 得出了N种结论 所以 有些人提了 汉堡包目录不管用 有些人提了 我们得用汉堡包目录 其实 别人的实验数据 对我们来说 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什么都不算 我们得自己去测 自己测每个东西 每一种想法都需要验证 那 AP测试只在web上了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可以 针对于 移动的应用 或者新闻稿 邮件 等等等等 各个领域都可以 把AP测试这个概念 应用上去 而且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 了解一下 亚马逊对 邮件这场面 做的AP测试一些案例 我觉得应该会 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那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因为咱们说了要卖羊肉串的 那我到底要放多少辣椒粉 我能卖出更多羊肉串呢 相信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就像我 跟羊肉串最有缘分的一个 长相的人 我也给不出一个答案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就是 做AP测试 验证你的想法 验证你的筛策 然后 时刻准备好 被打脸 谢谢大家